生活会为你准备很多礼物 有小的喜悦也有大的收获 但是最好的礼物是能够拥抱健康 健康不单只属于你 更是可以与家人分享的无价之宝 拥有健康只需要选择正确的健保计划 健身联邦健康保险计划 让你以优惠的费用享有更多更丰厚的福利 健身健保健保随心健康安心 10月15日至12月7日为联邦医疗保险年度专门期 大家都知道是今日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升到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借你点击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会员将会享有丰厚的福利和礼品 一枝穿环战千冠万马来相见 时事观察集结号现场直播 早晨各位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时事观察集结号 每个星期二都会和大家见面 梁总今天就不在直播室和大家做节目 而是公干在南加州 在罗省的 和梁总打声招呼先 早晨梁总 是啊 Cindy好 不知道声音会不会有回音呢 没有啊非常好 声音非常之好 我知道刚刚过去南加州 所以梁总就在洛杉矶那里公干 就是为了南加州创意弱线美食大赛 刚刚举行了初赛 就选出了三位的人士 就会上来湾区 和湾区的胜出者 再缺一高下的是不是呢 是啊 今次是我们第二届的 和美国中云联商会 联合主办的弱线大赛 今年我们就更加放弹 那个赛区范围 去年我们就是在北加州 今年我们就在南北加州一起的 刚刚过去的周末 星期日 南加州就有七队的参赛者 就举行了南加州的初赛了 那我们也选出了优胜者 那他们将会 在接着来的时间 就会参加在北加州的八强总决赛里面 嗯 那我就知道来着我们星期日 我们就会在北加州方面 就选出几位的强者 然后就和南加州那几位 选出来的代表就缺一高下 然后就会在11月19号 有一个颁奖的晚宴 那现在这个颁奖的晚宴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见证的吧 是啊 这个晚宴除了当晚揭晓这个大赛的结果之外 还是一个丰盛的药膳年晚宴来的 这个药膳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药食同源的一种文化 也都是我们广东人特别注重的 我们喜欢就是所谓的滋宝 养生那样 那这一次的晚宴的菜单 也都是特别安排 跟一般的 就是我们宴会的菜式 就有分别的 大家感兴趣的 也都想来观赏一下一个 特别颁奖礼之外 我们当然有精彩的文娱表演在里面 有节目 还有就是享受一个丰盛的药膳晚宴 大家可以留意我们的报纸 和电台广告 报名参加的 是啊 就是10月19号是星期日晚来的 当晚除了揭晓药膳大赛冠军之外 还有美食创意王 药膳古籍冠 这些都是有得奖者出现的 如果大家想买票 或者想查询的话 可以打650-808-8888 650-808-8888 通常我们搞的活动 都很快就会压满的了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错过 今次的创意药线美食大赛的颁奖典礼 就快点打电话来报名 从方至650-808-8888 好了梁总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 时事观察集结号的题目 就是巴尔冲突 究竟他怎样去找一条出路 梁总不如跟大家讲一讲 目前以色列又不停手 目前的状况似乎好像越来越差 巴勒斯坦就表示 新一轮的冲突以来 加沙已经有超过17万座的民房庇位 8000多人丧生 当中占了7成3都是富裕 似乎平民好像受到惩罚 不如梁总和大家分析一下 好的 这个状况真是 现在都令人很唏嘘 就是看到巴勒斯坦 想加沙地大的战况 希海是什么呢? 我们回想一下这几年 其实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大事 而这些事情也都是影响很深远 而且来得很急剧 我们回头看 当我们2019年的时候 都觉得这个世界估计我们天天向上 我们尤其是在美国 我主要说美国 我们在这里 是个人比较安稳的人士 到2020年的时候 新冠疫情来襲 当时以为是中国 但是中国之后 其实全世界都有疫情爆发的时候 觉得这个世界 突然间就被疫情笼罩住了 但是当时大家都有一种希望 我们觉得疫情是会过的 怎样忍都好 开始以为几个月 后来变成一年两年 但是始终都相信会过的 现在中间还看到有进步 又不知道这个 怎样去对症下药 到我们慢慢研发到有疫苗 疫苗开始很紧张 到后来很普及 几乎要打的人都打到 还有第一针第二针 一路下来我们说这件事 这个疫情我们受控了 虽然时间比我们预期的长一些 但是都是有进步的 疫情那下我们期待 当然就是这个 经济会复苏 我们工作就如常了 但是这个我们等不过 我们看到的就是原来这个疫情 中间我们所受的生活上 被改变经济上的创伤 这些全部都不是说短暂的 接着下来的是全球的通胀 然后又看到有俄乌的战争 俄乌的战争也都导致到 这个全球的供应链 食油供应 人价上升 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我们发觉这个世界好像断裂开那样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直到疫情后期 就是过了去 所谓疫情叫做过去之后 中美关系的恶化 是急剧的恶化可以这么说 由最初的拜登的贸易战 搞搞关税 到在科技战 全面战 然后台海挑起紧张关系 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 就好像突然间 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很严重 然后那个战火 不单止凹打起 好像亚洲都好像要开战那样 日本又猛地买导弹买战机 然后南韩又加入了 整个亚洲区都好像很不稳定 我们觉得已经是很不好的了 经济又没有真正我们期待的复苏 我们看到大国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 又带来我们两国经济上都有损失 又加上通胀 原来这个都没算差 我们看到澳湖的战争打得很劇烈 死伤都严重 但原来这个都还没有是最差 我们看到尔巴在这个10月7日 突然间的一个这样的 集击事件之后 接着接着这几个星期 是以色列的反击行动 那我们见证得到的 原来我们这个世界 就是单纯在这几年里面 逐步逐步的变差 而这个变差的情况 还是急剧的转变得更恶劣 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 很有缓解或者去改善的迹象 我们还没有到底 你看看这个河湖的战争 我们就说是沃兰和俄罗斯 或者是俄罗斯和北约和美国的一场代理人战争 都是影响的 是欧洲地方和俄罗斯 相连带动影响的就是中国和美国 都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个尔巴的冲突 10月7日 哈马斯的武装分子 襲击以色列 然后以色列 采取空前的这种报复襲击行动 这些我都不详细说了 大家现在都见得到的 首先就是封锁加沙 那里住了两百多万人 很窄很窄的地方 可以说是世界上 居住环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那里住了 加沙被封火断电断水断粮 这个就是以色列要封锁它 原本已经封锁了几十年 建了高墙 一个所谓露天的大监狱在那里 现在还要断了 我就是说的物资工业 然后就是不一定的空袭 这个空袭的炸弹量 也都是空前的物袭 而且炸位的目标是没有限制的 民房也好 商业也好 医院也好 学校也好 全部都被列入去这个轟炸的支撂 以百万计的在加沙的园 就变成为难民 由北部的流散出律 那这些情况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的 战斗 虽然不是说我们最初讲的意思是 就是说全面进入加沙 是它有秩序的 选择性的 炮轮啊 空袭啊 小面的第五部队啊 就是它有战争的 它的部署在那里 但是每天都有人死 就像刚才Sindy说的 在那里死了八千多人 平民受伤以万计 还有难民过百万 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很惨呢 有些人觉得 哦 只是在那里这么惨而已 都是加沙一块小的地方 或者以色列一些城镇 受到一些火箭的攻击而已 其实不是 这个影响 在现在这个事件 仍然是发生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种族灭绝 在进行色略灭绝 而也是一个 这个多国都认为是战争罪行 就是不停地在那里上演 而居然这个世界我们却是面对这样 这么明显的种族灭绝 战争罪行 居然还有分歧的 欧美国家 尤其是美国坚定不移 绝不动摇地支持以色列的军事合作 拜登又说会相信以色列不会濫杀 有些美国议员就说 有些欧洲议会的 欧洲的国家议员都说 平民死伤在所难免责任 应该要是巴勒斯坦人自己成功 联合国又通过了议案 要双方都要不要襲击平民 大家要停火 但是以色列又不接受 美国也都不支持 就是说这两百多万人 受着这样的灾难灾劫 是这么不公义的情况下 而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所谓这个国际社会 居然有分歧 你说不是呀 有分歧很正常的 所有事物都有分歧的 但是如果在这些事情上面 我们目击着 每一天还是这些平民百姓 包括加州里面一半都是小朋友 他们每天受到这些 就是没有眼睛的炸弹的袭击的时候 我们可以认为是他们的事 他们应该受的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得差呢 因为变得差不是说 我们现在就打一场世界大战 而这个现状 我们目击有人 我们都是人 是吧 我们都是人类的一份子 目击世上有些人遭遇到这样的残害的时候 有另一方面有些人觉得很应吠 那你说我们这个世界 是不是变得很恐怖呢 这种恐怖 我自己个人 比起物价上涨 经济不景气 我觉得来得更恐怖 因为如果这样下去的时候 这个世界会再是会变成怎样呢 我们哪里去守护和平 我们哪里会有落土呢 我觉得这个是极度深寒的东西 梁总又想问一下你 现在虽然西方世界 几乎一面倒支持以色列 但是一些民间团体 譬如大学 甚至美国都有不少的大学 开始一些学生 有人就为巴人抱不平 可不可以由下而上 改变当权者那种策略呢 梁总又怎么看呢 对于现在的状况 以色列就说 他不会放弃他的行动 现在看来他行动的目的 就是要所谓徹底解决 加沙的问题 站在以色列的角度来说 就是他认为消灭了所有能够的加沙 武装去反击以色列 这个长期的占领 因为那些历史我们不再重复 大家应该知道了 以色列建国之后1948年 把巴勒斯坦人排斥了 巴勒斯坦也是当地的住民 但是他们没有立国 他们是蒙国之民 长期是被以色列来到军管控制的 好了 我们就会思考 巴勒斯坦人怎么办呢 难道真的要迫下海 种族灭绝为止 这个战争的暴行怎么能够结束呢 以色列说他不会停止军事行动 美国 欧洲又支持 有很多国家反对 联合国反对 但是反对无效 战事继续 那巴勒斯坦人能够 怎么得救呢 可以这样说 这个局势有没有机会去平息 是不是真的要搞到巴勒斯坦人 就是丑头无路 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 其中有一个讲法就是 巴勒斯坦人今天为什么在国际上 是有部分的声援主要是留在民间 就找到好像一些大学 或者一些的国家 包括中国 都觉得要起火 但是这些呼吁 为什么来得这么没有能力去改变呢 就是因为巴勒斯坦人长期是没有受到 不要说支持 应有的尊重也没有说 为什么呢 林棠 你巴勒斯坦人一个在西岸 西岸一个在加沙 分成约缝 他们第一 没有钱 没有资源 没有人 没有国家 没有军队 是白武 国际上他们是白武 有的就是恐怖分子 他们从阿拉伯开始 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武装的民兵 可以说是 有一些民兵在那里做一些的抵抗 但是这些抵抗场也都是弱小 被称为恐怖襲击 被定义了做恐怖襲击 恐怖组织 这样 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所以他们根本是没有 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 那里面是被重视过的 在二战之后 就提出要英国退出去佔领的巴勒斯坦 这个现在以色列这块地方 在二战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说我支持以色列布局 我不要这个殖民地了 但是巴勒斯坦人怎么办呢 最初是有所谓两国的方案在那里 两个国 以色列人回去 以色列原本有少数人在那里 巴勒斯坦人在那里 分成两个国家 但是这个分法就没有讨论了 我们说过了 没有讨论好吗 那算了 你不要 那以色列先复国 所以是以色列 获得支持 获得尊重 所以以色列可以建国 在这个土地上 而在这个同一片土地上的 可以说是原住民 至少在当时他说 就认为 你不要而已 选属 为什么这样 大家两方都是要欠同一个土地 在同一片土地上立国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一个土地要在成立两个国家 这个边界怎么画 资源怎么分配 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 很难商议的事 那是不是应该经过认真漫长的去讨论 才可以为永久和平 就是这两国共存在那里建立基础呢 当时没有 匆匆的就是以色列先立国 巴勒斯坦人慢慢先算 这个明显以色列是得到支持 认可认同 为什么呢 因为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 在国际上的资源、力量、地位绝对不同 这些我这里都不需要说 所以到今天 巴勒斯坦人已经七十多年来 这样被以色列控制排斥底下 他今天还有没有力量可以自救呢 在七十多年前他没有 经过这几十年 这个露天监狱群人群里面过的日子的巴勒斯坦人 难道现在就有力量 他可以靠谁呢 靠自己不行 靠联合国 联合国有议案要停火 不行 那还靠谁呢 靠新兴大国 靠中国 那这个就 因为靠阿拉伯国家 因为靠以色列 或者我们一会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探讨一下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时次观察集结号 大家都知道 是今天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星岛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 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借你点击屏幕下方的 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 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的会员 将会享有丰厚的福利和礼品 一枝川环战 千军万马来相见 时事观察集结号 现场直播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 时事观察集结号 今天的题目就是 以巴巴尔冲突 如何去找出路 今天梁总在罗省公干 继续以Zoom的形式 在直播室和大家做节目 梁总 是 是 听到 那我们继续讲一讲 这个 以巴方面 原本千年之前是兄弟 千年之后成为世仇 但是双方的一个军事力量 似乎是极不成比例 好像一个巨人去打这个小朋友 那究竟巴尔 怎样才能够 可以有力量把握到自己的命运呢 这样 嗯 当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可能就会 有一些的听众朋友 就会觉得 喂 你为什么一面倒在这里 讲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叫哈马斯 哈马斯里面那些是恐怖分子 他们去襲击平民 杀害儿童 那你怎么可以去支持他们呢 他们是这个所谓罪有应得的 我们看回联合国的议案 都是说 谴责所有对平民的暴行的 我们不是说去支持一些组织 因为自己的一些政治信仰 或者一些自己的所谓理念 要争取的东西去杀人 那我们这些全部都不赞成 全部都不支持的 因为我们是和平的坚定的支持者 不支持任何的战争 所以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看回现实的状况 今天很多人去欧美 所以说要坚定支持以色列 就抱着一个说 以色列受到襲击 于是就可以有权 去反制 去采取报复的行动 就是用一个简单的练习 但是当我们用以暴役的时候 这个暴力使用到什么程度呢? 好像我们普通平民百姓 当你遇到暴力的时候 你可以去智慧还击 智慧 而因为智慧的状况 而伤害到施杂者 甚至施杂者的丧命 也好 在暴力的情况下 那你这个智慧 可以是无罪的 但是同样有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在中国比较重视的 就是说 你智慧是否过当呢? 当如果那个 襲击你的人 拿着枕头来打你 你拿刀去捅他 那这个 是不是叫做 合理的智慧呢? 就是说一个比喻 但实际就是说 你智慧 你说你的智慧 都要看你的智慧 是不是合理的智慧 是不是一个过当的防卫 如果防卫过当的话 你可以都会有刑事责任 会追究你 这个平民百姓尚且如此 当一个国家的时候 在放在国际的层面 是不是更加应该要重视你? 特别是我们看看这个 历史背景 我们今天讲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很多人就不去提 两个国际 实际的现在的身份地面 就好像当它是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 其中一个国家里面 有一些恐怖组织 襲击另一个国家 于是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讲回就是 殖民已经讲过了 四八年 这个土地 是突然间变了没有主人 因为它原本的主人 就是英国人 是殖民者 这些殖民者说 我现在不管了这个地方 我交出来 本来就是霸占回来的 原本上面有人住的 多民族住在那里 主体民族就是巴勒斯坦人 阿拉伯也就是巴勒斯坦人 他们都是受殖民统治的人 殖民地 以前之后很多殖民地 是纷纷独立 可以独立建国 但是巴勒斯坦人 突然间就没有这个权利 不是说 你英国人撤出 那里主体民族 巴勒斯坦人 占到是不是他们就 商业去形成一个新的政府 就是独立 不是 突然间说 那里两千多年前 是以色列国 现在以色列人 犹太人说要回去 好了 那就变了一个地方 两个人差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喂 这样差下去 那谁帮巴勒斯坦人呢 我们不能够当它是说 两个平等地来做方代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 那回来我们就说 好了 现在巴勒斯坦人 是没有力量 因为他不是一个国家 没有自己完整的政府 也都没有他完整的武装力量 甚至水、电、梁、医药 都是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上 那以色列人这种的攻击 要将加沙尔为平地的 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一种合理的呢 巴勒斯坦人没有办法自救 联合国有讨论 但是变成擺切 那你说中国 中国当然 有现在公开发表的 都是较为同情巴勒斯坦人 平民的遭遇 亦都是呼吁双方不要责击 这个平民的 但是中国的声音 抵不抵得过以色列和美国呢? 阿拉伯国家 又可不可以呢? 现在有些阿拉伯国家 也都和以色列有军事的冲突 但是他们可不可以呢? 这个牵涉就更加复杂 你看现在中国和美国 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 在尔巴的问题上 是自然不同的立场 但是中美两国 元首又即将会面了 中美两国的竞争已经去到白热化 现在又开始大家又想 找一些温和的空间 吐一吐气再斗过 那情况下 那尔巴的问题又放在哪里呢? 它在中美的关系下 它们不会是第一位 客观一点点 美中两个国家 斗争下的相互利益 才是他们关注的首位 尔巴不是他们的首位 阿拉伯国家更加分散 所以整个来看 这件事最令人难过的地方就是 不见得到 它有一个希望在那里 是怎样能够 教好的和美去解决 反而现在要靠的就是 靠以色列 靠犹太人 靠以色列国政府 有些人说好像很卑微 但实际就是要看以色列 政府能不能够有日子一些 如果它说都下流人的 那就是巴勒斯坦人的这种悲剧 可以做一些的缓解 不能结束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生活在一个大监狱集中营里面 只不过现在集中营还要被翻起来 为什么呢 所以现在看来 没有什么可以可靠的力量 你说靠美国 美国会不会呢 美国其实也是以色列的影响力 所以靠来靠去就要靠以色列 能不能够到某个程度 因为国际现在的舆论 国际舆论有些压力给它 它到某个程度 是不是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国际声誉 稍微收手一些呢 现在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原因 有一个这样说 我们好像有节目回头说的 就是我们眼光光地去看着这个世界 我们一直以为追求的公义平等 其实是不存在的 正义、公义是不能够被伸张的 而所谓的人道主义 其实是抵不过强权和利益集团的操控的 这个是一幅 其实展示在我们面前一张 很极其丑陋的 国际霸权的现实的一张的景象 展示给我们看得到 我们经常都说 遭远世界和平现在是年底了 11月来了 新一年又开始了 世界和平 我们这个世界要自由、民主、公义 说的都是废话 我们说哪些国家是世界和平的守护者 我们这个世界要民主和所谓专制的斗争 那说很多这些 说什么呢?有什么好说呢? 就巴勒斯坦人这两百多万人都完全得不到公义 得不到自由 更加不要说什么民主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世界居然是 有一批记者是在里面 在家沙里面坚持去报道 家沙里面实际的状况 其中主要就是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就是卡塔尔的国家经营的媒体 一直以来都是在中东地方 规模做得比较好 而且那个报道是能够独立一些 这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记者 其中有一个记者就在那里坚持报道 一个记者 因为这个半岛电视台 他不断都是说家沙里面 受袭击啊 平民的苦放啊 所以美国就呼吁这个半岛电视台 你不能够这样偏颇地报道的 你只是说一面 你或者你比重上面 你大量讲 讲家沙地方的平民啊 受到怎样的伤害 那你又不讲 所以就评击过批评过 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就不公 但是在这些美国批评之后呢 就发生了一件事 这个网上也有影片可以看得到 就是家沙的这个半岛电视台的一个记者 他本身就是 他家里就是在家沙里面 他为半岛电视台做报道 他的家里就受到炸弹的凶宅 而他的太太和一对子女被炸死了 那我们在网上看到一条影片 他去到一个好像医院那样的地方 知道他的老婆和子女都被炸死 他自己还戴着头盔 穿着那件印着是记者的避板衣 在那里痛哭 我自己也是做新闻记者 我们也是从事这个行业 知道在战争 我没有经历的战争 但是可以想象得到 在战争状况里面 报道是多么危险 多么危险的艰难 而且还是自己的家园 自己所生活的地方 是遇到战火 而在战争里面 在这个集击里面 自己的家人 妻儿都被审 而另一方的强国 正在批评这些记者 说你们报道不公平 你们不应该只是说 袈裟怎么受袭击 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 听众朋友 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作为一个新闻公立主义 就很痛心 没有办法去形容 尤其是当我看到 那个画面 这个记者在那里痛哭 他的时候 知道自己的妻儿都被炸死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公义 还在哪里 这件事是否现在才这样发生呢 不是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伊拉克战争 当时小布殊 发动这个 伊拉克战争 就是说 911之后 那同样说 就是说 这个 伊拉克的撒旦姆核塞一 和这个911集击有关 还有大量的化学武器 大撒商力武器 要袭击美国 所以于是美国可以 在联合国反对下 依然就去出兵 要灭了伊拉克 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 当时半岛电视台 也都是有一批的记者 坚持留在伊拉克境内做报道 而半岛电视台在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也都有它的广播大 在那里 当时战争 美国战机 闪电地飞过 而记者就在顶楼那里做直播 直播着 现在美国的战机 美军的飞机又来轟炸了 就当这个记者在报道的时候 一声炸弹 导弹直接就落在楼顶里面 把这个记者和大陆都炸毁 这个记者当然是 这个大陆都被炸毁 那你说是否误炸呢 是否不知道这个电视台在那里呢 同样的情况 半岛电视台在当时也都被 美国的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 公开这样批评 说半岛电视台不公平 在伊拉克的战争报道里面 连对美国 对美军不公道 一样是这样的 半岛电视台就受到攻击 我的记者也都被炸死了 所以这个事件不是重复的 隔了这么多年 大家看一下 重复也是这样发生 你说记者是一个 擁护新闻自由的国家 强调新闻自由 尊重新闻自由的国家 究竟实际上又做了些什么呢 包括我今天在这里做评论 我都会想 我今天评论是否真的自由呢 我现在说话就很自由 但是我自由会不会有后果呢 会不会像在加沙半岛的记者一样 又会不会像在伊拉克战争里面 那个在屋顶上做直播的记者一样呢 很多事情我想我们都可以更深刻地反思 不只是说新闻看着看着播 而且我另一个会担心的就是 所有新闻都会有落落的日子 但是人世间的悲剧战火 不是因为新闻不报道就是结束的 巴尔的冲突 以巴尔也好 加沙的战争 可以说现在还有人报道 但是再过一些呢 再过一会儿 会不会像呱污那样 大家忘记了它呢 很容易大家忘记了 又因为地缘政治很多角力的时候 那巴尔斯坦人是否就 就一样好像我们 又可以忘记 不记得又看另一些新闻 都可以来说 我们的日子会是怎么过呢 我先说到这里 有些问题想请教梁总 例如联合国的威信 究竟何在呢 例如联合国秘书长说一些 似乎较为公道的说话 立即就受到以色列的谴责 而一些决议案 对美国有利的 美国才是遵守 没有利的就不理 究竟联合国的存在意义是怎样呢 联合国是在二次大战之间 重整当时的一个国际组织 大家都希望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个联合国比以前的国际组织 都更加能够有威信 更加能够成为国际和平的守护 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纷争 大家都是这样期待 也都希望这样 但是现实就是国际间没有民主 我们民主很多人常常说在嘴边 我们说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啊 这个国家要改革啊 这样讲 如果民主真的是一种普世价值的话 民主也都应该是国际上有民主 国际上民主的意思是 我们联合国有百多二百个国家 那是不是应该是一人一票啊 每个国家都是一票才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大国和小国是不是应该都是平等啊 不是啊 发觉联合国里面是大国做主导啊 你看联合国的设计的时候 它设计的时候就是有五个国家是拥有否决权的 联合国是不民主的啊 联合国 虽然很多人仍然就说民主大过天 民主是普世价值啊 啊 啊 中国不民主专制啊 但是你说到国际上 如果是这么重要的 民主是人类最高的价值的话 联合国一设计的时候就不民主的了 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是有一票否决权的 那你可以说幸运不幸运 当时也都可能 美国很后悔给了中国一票 因为当时觉得中国呢 将格式底下都是将这一票等于我 我只有两票 就想不到变成了共产党啦 那么中英美法和俄罗斯 苏联当然变成了俄罗斯成绩 本身的设计就不是民主的 如果你说民主的话 就应该可以有否决权啦 你说要联合国大会 大会一人一国一票 那么通过决议案 有相当的威力在那里 应该 好了 但是通过了大国又可以不遵守 好像当年911之后 美国要说出兵伊拉克了 不合国不认同 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 美国当时的总统小布希就说 联合国怎么可以限制美国 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权利呢? 美国认为要保护自己国家权利的时候 天底下任何地方可以出兵 这个小布希说的原话来的 就是说只要一些国家有足够力量的话 它是可以完全不理会联合国的 这个就告诉你一个现实 民主 国际间没有民主 国与国之间 这个国际社会是没有民主的 第二 国际上面 谁说都算呢? 是不是以多数人的意见 或者有一种公论 那我们就跟着这个公论 共识去做呢? 不是 是看哪个的武器多 哪个的力量大 力量大 那个就可以 像今天那样 很多国家都谴责以色列 你反应过度了 你对平民的杀伤太严重了 但是说我要啊 我认为未够啊 美国说我们支持 那你就没有负 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个就是冷酷的现实 我想我们现代人面对这个环境 其实是变得很恶劣了 我都觉得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都是幸福的 因为见证到这个 又比较 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 又见到战争之后 国际社会的重建 经济发展 科技的进步 我们享受到很多 我们前人享受不了的 物质生活水平 现在开车可以 不开都不用开了 自动打开了 我们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很美好 但是原来这些美好的日子 大家是不是要停一停 想一想 是不是这些美好的日子 好像已经暂停了 我不敢说是没有 我还希望明天会更好 但是暂停了 现在我们却是面对一个 极其恶劣的世界 现在这个恶劣的世界 还会变得更恶劣 都不顶 好 今天先说到这么多 我们是星期四的总编辑时间 再见了梁总 好 谢谢大家 收听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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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节目发表的言论 纯属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星岛中文电台的立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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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